221 順報財經新聞,臭汗,2015年7月27日健康生活 C02婦人醫見譚黎英中醫師嫌嫌下日,走多兩步以令人汗流直背 如果有人發出震震異鄉,恐怕更是大殺風景 特別是在墨碧永濟的公車、電梯內,異鄉實在神真鬼厭 若然是趕場見客吃飯而夾帶汗臭,只怕客人也被異鄉下走 影響業務,從中醫角度分析,流汗與臭味無必然關係 一般人的汗纖有200到400萬條,分布在全身 特別是驅幹,手腳掌和翼下,皮脂分泌一天一至兩下 汗則是700至900毫升,所以以兩來雪糕出了幾百倍 故令我們意會到流汗也是理所當然 但是,就算是像瀑布半地流汗,也不應散發出意味 其實汗液本身是無臭的,適量排汗對身體有益 因為體內廢物及水分能除汗水排出體外,促進新陳代謝 提升氣血功能,但當體內臟腐失調 汗液排出喉根皮膚表面細菌混合,才會產生異味 身體某些部位,如液下,腳部及腹股等 視心包、肝、腎和膀胱的循行和排毒位置 細菌也容易積聚,汗腺液較多,汗液較難蒸發 氣味液見濃烈,皮為濕液乾氣偏旺中醫 以認為體臭多屬實證,除先天品賦遺傳之外 其餘都與濕液有關,特別是皮為濕液和乾氣偏旺 乾膽已分布於兩氣,熱邪內浴,逼津循經出於液下 故主要窄於乾膽,令書雲,乾有邪,其氣流於兩液 情治不暢,乾經濕液混浴於液下,可見液燥 食食煎炸,新香炒爆,肥甘口味的食物可致皮為濕液偏重 經落雨滯而邪洩於愛,又或天熱衣厚 久不洗浴,以至濕液內浴,此外大便不暢 久居潮濕,休息不足或病後體虛,會導致陰陽失調 仍確M秋里不顧,引起汗液排泄失調 也是本病發病的因素,平時生活調節方面,除了多加注意身體的清潔 每天更換內衣和注意清潔液窩等身體就接位置等基本圈都息外 平時小吃辛辣、煎炸、肥膩、甜食或味道較濃烈的食物對防止體臭有幫助 特別適應小吃朱古力、咖啡等刺激性食物,保持樂觀情緒 減少焦慮和憤怒、定時休息,也可以幫助調節內分泌減輕體臭 美國西北大學麥格拉斯博士發表的研究報告發現每星期掛疫毛三次以上 由噴止汗劑與徐尾劑劑兩次以上的婦女,比什麼都不做的婦女 診斷出癌症年齡年輕了十五歲,若實在汗臭男人,不想使用危害健康的方法 可嘗試以下方案,針灸,善於條理整體器機,激發脹腐功能,提高自我調節、自我康復能力 針刺極全、堅、和之溝等月,以石手法,再以捱咎,留針二十分鐘 隔日一次,七次唯一療程,可獲得排毒除臭和止汗之功 治療,夜言因成A,利用腐疾磁提升體內簡性化,促進肝臟製造各種有利排毒的J 提升電子傳遞鏈,養代謝,效率,有效將細胞修補,促進排毒 恢復人體內各種不平衡或不正常的機能狀態,從而達至解毒癖胃之效 作者為註冊中醫隔週一刊登號譚黎英中醫師號健康生活號婦人醫見臭汗 按照片 atte clic 按照片